卫生国义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顾传道的邀请 让我能够再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祸语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风以同舟之道 我在网上看见有一篇的文章 它是这样子说的 它说以前提到结婚就想到天长地久 现在提到结婚就想到能撑多久 婚前说是看上了眼所以结婚 婚后说是看走了眼所以离婚 婚前爱情像个神祸 婚后爱情像个笑祸 婚前靠近一点 婚后闪开一点 婚前谎话都是情话 婚后情话都是废话 婚前没话找话说 婚后有话也不说 虽然这是一个笑话 不过也多少反映出生活当中一些普遍的情况 甚至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在这疫情当中 这种的状况还更加的严重 西纳大资深的一位的律师 亚历山大 他发现在疫情的期间 找他咨询打离婚官司的夫妻的数量 比疫情之前暴增了百分之三十 这似乎也因了中国古语所说的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想每一对夫妇当结婚的时候 都是真心真意的盼望能够跟对方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但是很可惜 在日常的这种压力的里面 在生活的这种相处的里面 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已经有时候我们疲累了 我们懈怠了 我们失望了 我们甚至绝望了 那么一对的夫妇 如何能够信守当初的诺源 以及能够彼此风雨同舟 一直走泄去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得着智慧 我会从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 神在创造亚当谢娃的这一个的世纪当中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三个锦囊妙记 如果大家按照这方面 这三个方面去实行的话 你们夫妻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 你也能够风雨同舟 白头到了 第二个的方面 我们要知道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是一生一世的 首先我们再看在十八节里面 我们就看见神 他要为亚当造一个的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是说神要 然后跟着二十一节 神就使亚当 然后跟着他就取下他的肋骨 然后跟着二十二节就讲到 用他的肋骨就造成了女人 然后他领那个女人到亚当的面前来 一系列的动词 我们看见神主动的设立了婚姻 在二十三节里面 当亚当见到谢娃的时候 他就由衷的发出感叹 就是说这是我股中的股 这是我幼中的幼 其实我们看到原文的里面 其实这一个呢 就是非常强调 他们之间的这种的亲密的关系 其实就如同我们所讲的股幼 这个其实是亚当在向谢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向他三盟海誓 就表达自己又会对他一生忠诚 致死不易 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结婚的盟事 而在二十四节 在那里讲到他们要离开父母 然后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 事实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 在回答那些法利赛人的挑战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 他这里进一步的解释清楚 究竟二人成为一体 代表着怎么样的意思 他就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的 婚姻是神主动所配合的 不仅是亚当谢娃 也是在做你们的每一个的婚姻 其实都是神所配合的 神知道亚当的需要 所以他就为他创造了谢娃 同样神知道你的需要 所以他为你预备了你现在的配偶 要你们能够彼此互补不足 从而你们都能够完成神在你们婚姻当中的使命 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背景不一样 性别也不一样的人 在一起生活容易吗 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很著名的步道街割培里的太太路德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 你是否曾经想过离婚 这个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路德他笑着回答他说 离婚没有想过 杀死他 想过好多次了 好像格培里和路德这样子 大家都公认幸福的夫妇 他也有时候痛苦到想杀死对方的时刻 更加不要说好像我们是一些平凡的夫妇 在我们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每天都在生活当中发生 天天吵吵闹闹 有时真的让人痛苦 感到绝望 这个时候想要跳船 想要离婚 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不过离婚是否就能够解决问题呢 我们看一些调查数据的形式 二婚的婚姻 他再次离婚的比例比一婚的还要更高 而且二婚的婚姻的质量比一婚的还要差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调查数据也显示 他说如果保持不离婚的话 在五年之内 三分之二的不幸福婚姻会变得快乐 原来如果你现在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如果你现在是活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的里面 你耐心的等候 学习改变 五年之后 三队里面有两队 可以变得更快乐 所以我对这个数据 其实我不感到意外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 他知道没有后路可退 那么他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的里面 那么他就一定会想办法来改进自己的婚姻 那婚姻当中的痛苦 反而能够成为 他迫使自己成长 迫使他更多的去了解他的配偶的机会 这样子 反而他们两夫妻的关系 有机会可以得到更新 他们两夫妻的关系 有机会可以得到翻转 而这个 才是一个最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一位姐妹 她从小就信主 后来和团区里面一位弟兄谈恋爱 几年以后 结婚生子 先生事业有成 外面看来这位姐妹是非常和美的一个的接亭 那么别人都觉得你们好幸福 但是这个姐妹觉得很痛苦 她对自己的接亭就具有婚姻不满意 她向神埋怨 为什么我亲自祷告回来的婚姻是这样子的 这个姐妹有一段时间甚至曾经想过礼节出走 那是为了年幼的孩子 也是为了自己要持守对神的承诺 所以她们要这样子去做 姐妹一直在坚持 后来她们有机会去到恩爱夫妇营当中 她们两个人的生命 她们夫妻的关系 在营会里面被翻转 从此可以苦尽甘来 这个并不是说 从此以后 她们两夫妻就再不会吵戒 两夫妻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 也不是这样子 她们永远也还是会有吵戒 事实上 世界上有哪一对夫妻不吵戒呢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闹不愉快 不过这一对的夫妇 她们就再也没有好像以前那样子这么平凡的去吵 也没有吵得这么恶劣 最重要的 她们两夫妻协会了 怎么样处理她们的冲突 已经当冲突来的时候 她们能够将这个冲突变成了 她们了解对方 她们能够更好成长的一个机会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其实不要说要去到恩爱夫妇院里面 你如果在教会里面 你留心观察 你看见有一些关系好的夫妇 你去问一问她们 你去访问一下她们 她们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告诉你 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 当我们愿意知道说我们是背水 这样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们 原来出路就在我们的前面 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将我们的配偶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们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神期盼你们的婚姻是一生一世 我相信人是会犯错 但是神不会犯错 不管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结婚的 然后现在婚姻的状况如何 是神将你们配合在一起 让我们学习 不要将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埋怨 争吵冷战 让我们学习维生我们的婚姻 让我们学习我们的生命自己成长 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配偶 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们走出困境 第二个方面 婚姻需夫妇成长 彼此相爱 在24节这样子讲 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就代表着什么呢 这代表着其实这段经文 你留意看 它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 首先是先要离开父母 跟着呢 第二什么呀 以妻子联合 最后呢 二人成为一体 如果我们说二人成为一体 那是夫妻彼此相爱的高峰 你要去到这个高峰 必须经历过 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代表着你们夫妻两个人都一起被神破碎 被神建立 你们生命成长 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啊 甚至有时候是痛苦的 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流泪的 然而唯有这样子 夫妻才有可能进到合而为一 进到这种真真实实的 彼此相爱的地步 所以有一位的诗人 德国的诗人 他这样子说 他说要人们彼此相爱 可能是所有人类 必须付出终极代价的任务中 最困难的一个 其他的种种努力 都只是为彼此相爱做准备而已 所以我们之前是首先要学习 我们怎么样在各方面生命成长 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情绪和心灵健康 独立成熟的人 以及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彼此相爱 在这个的生命成长的里面 有哪一些的范围 首先他讲到离开父母 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孝敬父母 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 就知道其实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圣经是非常看重我们要孝敬父母 在十节的里面 前四节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 后面六节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 而第五节是讲到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要孝敬父母 然后我们看在主耶稣基督 他被钉死在十字节上之前 他仍然顾念着他幼生的妈妈玛利亚 然后他就托付他的门厨 耶稣来照顾玛利亚 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 神是要我们来孝敬父母 那么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人生的决定 在情感还要教养儿女等方面 我们要学习断奶 我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力 而左右我们的决定 我们可以去咨询他们的意见 我们去参考他们智慧的意见 但是最终我们是跟我们配偶一起 两个人能够成熟的做出我们的决定 所以我们去思想一些 在我们的人生的决定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的成长的里面 我们是否会受父母的影响呢 有这么一个例子 有一位年轻人 他长得很帅 脾气也很好 也有很好的工作 然后后来发现 他三任的女朋友是怎么样的人呢 首先他的初恋情人是患了忧郁症 自杀未睡 然后刚刚出院 第二任的女朋友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暴时症的患者 第三任的女朋友 是一个有夫之妇 缺乏丈夫的爱 心里面很孤单很痛苦 当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再去了解他的接庭背景 有可能我们会感觉 原来如此 因为这一位的年轻人 他在12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有外衣 母亲就精神崩溃 常常要进出医院 所以他在12岁就被迫 他要转换一个角色 他要变成好像他妈妈的一个爸爸一样 来照顾自己的母亲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种很强迫性的重复 他见到这些的女孩子 他就产生这种好像要照顾自己妈妈的这一种的感情 所以这个年轻人 他就是还没有离开父母 他仍然在他的感情上面 在他做人生的决定的里面 虽然不是他妈妈叫他做这些决定 但是在他背后 他的里面仍然有着这些原生接庭而来的影响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你们在夫妻的相处的里面 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 也会不自觉的 可能就会受到以前的这个父母 他们在你们身上的一些的影响 或多或少肯定有的 让我们能够将眼光能够看得清楚一点 我们更明白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的配偶 另外一个方面 也让我们去反思一些 在我们成长的背景当中 不仅仅是父母 其实也是我们的教育 好像我们从无神论的一个的背景的里面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 这个世界没有神 然后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的文化的里面 中国文化的里面来成长 当中有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 我们也是在一种世俗的文化的里面 甚至有一些是很扭曲的世俗的文化里面 我们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就接受了他 哪怕我们信了主 但是我们可能这些的借质观还没有改变 我们这些的对于这些的信念 我们可能还没有改变 打个比方说 中国有句话说 兄弟有手足 妻子有衣服 解由你接受了这样的一句话 那肯定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根本就不符合圣经 另外当你接受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已经不会看重自己的婚姻 你也不愿意投资时间 你不愿意获心思来讨你的配偶的喜悦 要必有大男人主义 要必有现在可能很流行 很新奇的女权的主义 其实在中国也有另外一种的女权主义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的讲 女人能顶半边天 对不对 所以这一些会不会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 让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 要来争权 我们要压倒他们 我遇到有这么一对的夫妇 这个的太太 她的妈妈就从中国移民过来 跟这对夫妇 然后一起住 这个妈妈 就离婚了离异了 那么当他们一起住的时候 这个女婿就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她的太太跟妈妈联合起来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他们就用各种办法就是来拉拢这个孩子 然后就将这个女婿就差不多 就好像是分了两个两个两个不同的一个的一个团队这样子 然后这个妈妈 这个太太的这个妈妈 然后她就不断的跟儿女跟这个女儿说 她说你不需要靠丈夫 你看你的收入也很高 你也有知识 你不需要靠她 然后她就不断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自己的女儿 然后疏远自己的丈夫 所以然后就往往 所以这个的弟兄就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很痛苦 他就觉得在街里面就常常就产生这种好像阶级斗争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发现可能我们也带了有很多这样的落印 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来生活 我们也能带着这种阶级带着这种身份的这种的情况 我们来生活 所以我也见到有一些的夫妇 可能太太是书香门第出生 然后丈夫是农村的出生 虽然丈夫也很努力的读书 然后读得很好 然后现在是专业人士 但是太太仍然因为丈夫的出生而瞧不起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想想这样的夫妇怎么会幸福呢 这样的夫妇不断的在街庭里面就是要争权得利 不断的就是用自己背后的这种扭曲的借质观 在生活当中来使用 所以我们要反省 你有没有离开父母 你有没有反省自己的借质观 你有没有反省自己的信念 这个文化是否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继续看 以妻子联合 这个联合这个词 可以用一个就是原文里面是讲到用强力交 这样子连在一起 这个其实就包括 就是在表达着 其实丈夫和妻子是非常强的一种的连结 这种的连结其实有很多的方面 所以包括了我们如果跟因为他这里讲到就说 丈夫跟妻子其实是男跟你 男跟你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男跟你不一样 然后呢可能丈夫和妻子他们在性格上面也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街里面我是比较外向的 我太太是内向的 当我们参与一些聚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都是我在讲话 他就很少发言 那我希望他多些分享 当然了我很希望他 但是我不能够怪他 怪他不愿意分享啊 那我要学习怎么样 我要学习接纳 这是他的个性 这是他的个性 不过我为了想鼓励他 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明白他 那通常我上班回来的时候 我找到时间我就会 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就会问问他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那我就坐在那里听他分享一些 听他分享一些他的心情 所以这样子 常年累月的不断的来问他 然后呢他分享 他现在就越来越愿意分享 而我们之间的了解也可以越来越深 我太太有时候也很愿意 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面来分享 所以我们不仅仅如此 我们还要学习沟通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冲突 还有呢 我们学习怎么样处理姻亲的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学习的 跟这还有线面的 是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很明显 这很明显 二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其实讲到性关系 第一个的方面 可能是讲到性关系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都是相对来说 都会比较少讲到性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 你会发现很惊讶的发现 比如说雅各 你打开的时候 当中讲到有一些很入骨的一些的描述 然后你看见生命记 二十四章五节 他自己讲到 他说新取妻之眼不可从今出证 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在家签斜 一年使他所取的七快活 加拿大的福利很好 我们就是当生了孩子之后 父母其中一方可以修建一年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继续拿那个修建的EI 这就让我们可以传心传力的照顾孩子 你会发现古代的以色列人 福利更好 他刚刚结婚了 可以修建一年 做什么 或许我们都会大吃一惊 你看这一段的经文 他这里说 使他所取的妻快活 这一个的新郎整一年 就是陪伴新娘 两个人建立好的夫妻关系 当然也一定包括 这一个的新郎 要讨在新生活上面 讨他所取的妻的好处 让他可以快活 各位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惊讶 原来在神的眼中 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是圣洁的 神很许悦我们在性生活当中 好好的享受 这个跟我们中国的 这种文化里面 我们看性很肮脏 真的很下流 然后看这个性很羞耻 其实真的截然不同 我们真的需要在这方面 来改变观念 让我们学习 可以坦然的享受 夫妻之间的性爱 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无论做妻子 无论做丈夫 我们有时候都会 过年过节 或者生日的时候 我们都想办法 讨对方喜悦 请他吃一顿好的 或者在厨房里面 弄一顿好的 或者送一份礼物给他 让我们也学习 我们在性生活上面 我们来讨我们的配偶的喜悦 所以今天晚上 我鼓励你们在座当中的夫妇 你们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问问你的配偶 我怎么样能够让你在性生活上面 更加的享受呢 所以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讲到两个人的性生活 跟着会讲到信仰上面的成长 你怎么样能够不仅仅在身体上面合一 而是在身心灵上面合一呢 一定离不开 你们两个人在信仰上面一起的成长 一起的更爱神 以及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跟着我们继续看 在婚姻的第三个方面 婚姻要双方委身地位优先 同样的是24节里面 他讲到他特别就这样离开父母 就讲到离开这边 然后跟着呢 他就讲到 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他将这两个都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表达着一种的意思 就是夫妻的关系 超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是所有人伦关系当中最亲密 唯有夫妻是可以做到这种的性生活 这种的二人成为一体 而且夫妻的关系 在这所有的人伦的关系里面 是最优先的关系 所以我们双方不管是丈夫 不管是太太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配偶的利益 我们放在首位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虽然我是从04年开始参与恩爱夫妇营 然后呢06年就开始带领营会 在恩爱夫妇营当中来服侍 我非常看重我们的婚姻 这些的教导 事实上我也都明白 我也都知道 但是当我2011年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仍然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当我2011年开始牧养教会 我先是在业语堂 然后一年之后呢就开拓了国语堂 其实开了国语堂就好像纸堂一样 一切都是游灵开始 那我当然要传逆以赴 我太太也非常的配合 我们两个分工合作 我就负责服侍 他就负责照顾家庭 然后呢煮饭 然后呢做街务 照顾生个很非常年幼的孩子 那我们配合的非常好 他让我非常的放心 以及我完全可以说 那几年里面我忽略了他 我全父身心都是投入到服侍的里面 后来过了几年 我和太太聊起来 有一次的机会 我才发现我自己错了 我太忙碌 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太太 我也没有在街庭上面提供他什么样的资源 我太太跟我分享 我在幕会的那头几年 他感觉自己就好像一个火果腹一样 他常常是含着泪水来过生活 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的讲座 就当时讲座里面就做了一个压力的测试 压力就是按照你那个 最近有哪些的情况 然后就多少分 哪个情况就多少分 那时候我们正面对着女儿刚刚出生不久 然后我们又搬接 然后孩子又转学 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 也是刚刚开始服侍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 我太太的压力是爆掉的了 就是那种当时的教我们的那一个的老师都很惊讶 就是我们的那种压力这么大 但是这样的情况 不仅仅是一个月一年 是好几年的时间 我太太都是在那里硬撑着 所以过了几年以后 我太太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所以如果我后来我不采取措施来挽救的话 很可能真的后果不堪事想 他说有一次 他早上起来做好早餐 因为他要很早起来 然后做好早餐 然后就送三个小孩子上学 而且那段时间很特别 我们三个小孩子在三个不同的学校 所以他要跑三个不同的学校 送他们上学 然后他自己也在上学 然后他要匆匆忙忙跑到学校里面上课 当他去到自己的学校的停车场 他筋疲力绝 他觉得里面压力很大 而且他觉得不知道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所以他坐在车里面 在那里哭 在那里哭哭了好久 感恩的是我们有机会去谈 当我知道他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知道吗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知道那几年我犯了错误了 所以我就开始就改变 我要开始要花时间来陪伴我太太 我开始花些时间 我要做一些接物来照顾孩子 所以我们慢慢的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可以现在关系越来越好 而且当我们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双方都越来越爱对方 而且我们越来越同心 这个时候反而我们看见 神祝福我们的福祉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我是传道人 但是我也是一个罪人 我也会犯错 那几年我没有将我太太 放在我的优先的位置的里面 以及我伤害了自己的婚姻都不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现代的生活非常的忙碌 可能你和你的配偶 可能你跟你的孩子 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能你也会好像我多年之前这样子 可能跟我的太太 我忽略了她 我可能也忽略了我的孩子 跟他们的关系梳理 我不知道 当你想到自己这些关系的时候 你的内心你觉得甘心吗 如果你不甘心 你现在就要做出改变 否则这可能就是你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孩子一辈子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学习 我们这婚姻需要我们双方一起来委身 我们将这个婚姻的地位 我们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的里面 我们愿意将配偶的益处 我们放在所谓的里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是我在痛苦当中的一个的反思 我们最后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点点的笑节 三个方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风雨同舟 一起好好的往下走 首先我们要坚定的相信 我们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你的配偶是神特别的给你的 而且是有神的祝福在当中 神要我们一生一世 忠心对我们的配偶 第二个方面 在婚姻当中我们都需要成长 无论丈夫无论太太 我们都要成长 而且这个成长的面如此的知广 可以说我们一辈子都写不完了 而唯有我们在好好的 这样子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 最后一点 我们的婚姻要求我们要彼此的尾身 我们要将这个婚姻放在一个很优先的位置 是仅仅赐于神这一个的位置 以及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的配偶 放在我们人生仅仅赐于神的这个位置的里面 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们婚姻的关系 让你们夫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你知道吗 外人看见你们的时候 就会将荣耀归给神 有一位的讲员 他是Race 就是莱斯博士 他一位很好的讲员 有一事呢 他就去到一阶的教会里面 他就讲关于接庭关系的讲座 他讲了开场白之后 他就给每一个会众 就发一支空白的纸 就请他们列出 你们觉得你们人生当中 最宝贵的五样东西 请你们写出来 不管是人物 不管是你的事业 不管是你的信念 不管是你的信仰等等 所以我想在这里 屏幕背后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你也想一想 你也列一列 究竟在你人生当中 拿五样东西 你觉得是最重要的 你列出来 然后你想一想 还有哪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列 然后当你列了之后 可能是某个人 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你的读书 可能是某一件的事情 当你写好了 所以这一位的讲员 他等大家都写好了 他就说 好 请大家从五项里面 能够祸掉一项 如果你写好了五项 请你祸掉一项 当然了这些会装者 哎呀 要祸一个 哎呀 真的很难选择 样样都这么好 不过要祸那也没办法了 然后就祸了一个 跟着这一个讲员说 在四项里面 请你们继续祸掉一项 还剩下三样 这一些的参与者 又在那里很头痛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 你会不会也很头痛 要祸掉祸掉 然后还是祸掉了 最后这讲员说 请你再祸掉一项 那就剩下两项了 对不对 大家又一段时间的挣扎 最后还是引起 新来再祸掉其中的一项 最后这一位的讲员就说 如果剩下的是跟接亭有关的 请举手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如果现在问你的五项里面 只剩下两项的话 是否有一项跟接亭有关的 当时在场的人基本上都举手了 我相信一定你听了这个讲道 你一定会将可能这是你的太太 你会写在那里 或者你的先生 你写在那里 然后根治 这一位讲员又问 还有一项是跟信仰 或者跟神有关的 然后基本上当时在场的人 来反映这些的优先次序呢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来问大家 我们知道 剩下最后两项的时候 就是神 还有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接听 你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 来反映这些的优先次序呢 让我们一起知道祷告 在我祷告之前 我盼盼给在座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你们一点的时间 你亲自的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 在你的生命当中 哪一样 哪两样是最重要的呢 你要怎么样 在这两样最重要的 一个的优先次序当中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能够活出来呢 你亲自的向耶稣来述说 你心中的激活 加巴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赤切配偶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不再孤单 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有一个 跟我们一起的同伴 一起走这条的天路 主啊 但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 切切实实 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挑战 主啊 我们就将我们在座当中 每一个 虽然我看不见 主啊 但是你都看见 就求你来赐福 每一个屏幕背后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赐福他们的婚姻 赐福他们的接听 赐福他们的生命 主要让他们能够更像你 让他们能够更爱你 因为唯有在你的里面 我们才有出路 因为唯有在你的里面 我们的婚姻才会再次的爱火重燃 才能够再次的我们学习 来彼此相爱 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面 我们能够风雨同舟 继续的往前走 谢谢九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